什么叫圣灵充满呢? 圣灵充满不是说你倒消息或是怎么样 圣灵充满就是你愿意被圣灵管理的生命 那就是圣灵充满 很多人被圣灵 圣灵对你说话 在你这标记中 愿意顺服圣灵 那就是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多读上帝的话 多了解上帝的旨意 然后顺服在圣灵里面 那就是圣灵充满 那这个外显的是 因为人就是希望有经历 因为过去牧师也是在信仰里面 就是到一个地步会很干渴 你想经历到上帝 想摸到神 所以圣经说 即使好像我们这样说 那个没有看见而信的 比看见信的更有福 所以我的祷告主啊 我没有办法了 我就要像多玛一样 我要摸到神灵的钉痕 所以就这样子 我就是像神这样祷告 最后就是经历到 所以我们生命就被更新了 所以牧师就知道 怎么样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里面 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同在里面 Eason你可不可以把它放到 那个经文的部分 我现在其他没讲的话 第二堂你可以来讲 我们因为我们大概讲一下 好 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次一起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你 还给他石头呢 求你还给他舍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他是帮派的 所以呢他母亲已经非常很丧心了 把他带到美国来 然后第一天到学校去跟老师打架 然后被退学 后来又吸毒又参加帮派 他母亲很丧心啦 到教会 他带到教会的时候 我刚好那时候是消传道 他说消传道我是带木道班 他说你不要叫我姓耶稣 我来是要找律师了 我要一些事情 我说好 哇你看那时候真的当你传道 你要传福音 结果他第一个人就讲 你不要叫我姓耶稣 其实那个住掌嘛 打击冲击蛮大的 但是你知道吗 后来他突然就转电话给我 他说消传道 还没讲两句 他就痛哭了 然后对不起 他就说好啊 我不麻烦你 就把电话过掉 那我就心里很紧张了 我说哇 如果发生命案了怎么办 你要知道这个很危险 所以我就赶快赶快 刚刚这姐妹是谁带来了 然后我赶快就冲到她上去了 哇他还吓一跳 我怎么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 后来他把他的苦情讲出来了 后来这个孩子慢慢带来 这个孩子生在帮派 华清帮有吸收他了 然后这个孩子很有 长得一表人才 他想脱离帮派 华清帮说可以 你如果要脱离帮派有办法 你如果从这个堂啊 如果从这里 你可以走出这个门 你就可以脱离了 结果这个年轻人很有很有骨气啊 哇他就是这样子 整个身世事人 打他打到那个内伤啊 打到他这样子 这个整个身体就爬的 爬出来 爬出来之后 那个帮派还不放过他 就有一天呢 就趁着妈妈回台湾的时候 就到他家去 又拿着枪 叫要跟他细节他家里的财物 哇他弟也不能看到了 赶快打电话 他不是叫我萧山道 他弟他们家里都叫我萧叔叔 叔叔叔叔你赶快来 你带多一点人来 你不可以报警 他们有枪耶 哇那时候我刚好在吃晚饭 我印象都很深刻 哇那个饭拿起来要吃的时候 我突然说哇要叫我带多一点人啊 我去那里找人啊 我不是帮派了老大 然后不可以报警 怎么办 我还没到牧师 我这个就是要来到牧师 我现在才传道而已 哇你看我说脱吧 慢慢脱吧 慢慢脱吧 结果就这样慢慢脱的时候 你知道我心里还是倒足啊 怎么办 圣灵就对我说话了 我们家里讲说神灵的 神说你把他当作你的儿子 你就知道怎么办 当作我的儿子 哇如果是罗阿伯的话 我当然就飞奔而去了 我还哪里还在这里拖饮时间了 你知道吗 上帝给我的话就是 你要有为父的心 所以要为父的心 做一个牧师你就是要为父的心 所以我就赶快去 哇报警 然后在路上整个直升机啦 警车啦 那个整个广播那个电视短播车 都去了 因为这是大案子啦 后来就千金一法 说那个孩子说 有一天他真的要拿着枪 要把棉币盖起来 要把枪起的时候 他突然 他看到一道光下来 所以那个光下来 然后呢 那个警察就说 放下武器投降 整个人就被救出来了 哇 后来这个年轻人 你知道吗 歹徒都打电话到我家去找 那时候真的是觉得说 出生自赌不畏福啊 没有想到这么多 我就是那个爱 就是为父的心 哇 这个孩子后来就送到西雅图 然后后来 哇 他真的 在那里都能够再继续读书 然后成为一个 一个 一个 共识的 到最后 深度的经理啊 我就看到一个生命被改变 为父的心 所以我今天讲说 我们来 来 寻求圣灵的时候 这里说 父 那个父亲 我们就想把最好的给孩子 来往下再看一个经文 同样的一个经文在 路加福音11章11到13节 我们一起来练一下 一起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 谁有儿子求你 还给他石头呢 求你还拿石当鱼给他 求鸡蛋还给他鞋子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他们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 弟兄姐妹 那时候我们在寻求圣灵的时候 我们说 哎呀 会不会是邪灵啊 会不会是不好 怎么样 但是这里神告诉你 那你怎么 你求鱼 我怎么会拿石给你呢 你求饼 我怎么会拿石头给你呢 神刚刚就说 放心 我们在 在牧师的遮盖 在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样子里面 那灵里面 我们要分辨 有一个分辨的灵 我们就看到 神会把圣灵交换我们 然后带讲 刚刚的分享也可以听到 为罪 为依 为审判自己 那我们的圣灵被挑望 那个火要燃烧起来了 然后他渴慕 那更深的渴慕 你被渴慕来寻求神 你被来到神面前 哇 你就是一直要 要跟神请新徒义 那很关心 那个火都被燃烧起来了 我相信神已经在我们当中做了心事 所以继续我们 继续在这个圣灵的认识 还有圣灵的更新 还有追求上帝的统战 那我们要对神有回应 我们知道 我们在那里 主啊我要成为一个带祷的祷告的人 来到神面前祷告 可以跟神有建立一个关系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说主啊你给我恩赐了 给我方言的恩赐 你就每天操练 凭着心灵就操练 然后来到神面前 我们求神说主啊 你帮我爱 让我的爱 交关在我心中 那个爱我可以去释放出来 能够去祝福我周围的人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道路上 让我们稳健的 圣经以圣经 以神的话为根基 我们就讲过 你要怎么去分辨假钞 银行的人他训练分辨假钞 就是每天摸真钞 把真钞摸得熟的 你那个一摸到假钞 一摸就知道了 所以当我们把圣经真理 弄得很清楚的时候 如果不是从神来的 你一下子灵你就敏锐了 所以就用姐妹来放心 我们在这个追求的道路上 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让圣灵每天触摸我们 然后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然后之后 我们聆听上你的声音 然后就像神上会对我们说话的 神在你的身边 能够对你说话 你可以跟神对话 那个宝贵是圣灵在你心中 也在就在你旁边一样 你每天都可以跟祂讲话 你知道那个圣拉伦师 他是一个修道厌 一个打扫的 一个杂役而已 你看他写的那书云的书 多少人看了 他在扫地的时候 主啊 他就跟圣灵讲 主啊 把我里面的污秽扫掉 扫掉 主啊 洁净我 当他在洗完的时候 主啊 把我里面的不洁净洗掉 洗掉 你知道每天你在生活当中 你都可以跟神对话的 主啊 为什么他会讲这种话 主啊 为什么我会说这种委屈 你知道圣灵是很柔和的 他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 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 这是我们的信仰要很真实 所以我相信 透过这次的吕吹 透过丁庸杰明的见证 我相信要基于我们的心 那最后我们就有一首诗歌 用全然为你 来回应神给我们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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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